大家好,欢迎收听四汗维加,在这里听见真实的加拿大,我是贝贝 相信作为听众的你,或多或少都听说过或看到过被遗弃的小狗 或者正在流浪的小猫,甚至会在网络上看见它们被残害的新闻 面对需要帮助的这些小动物,你会怎么做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让我非常敬佩的金金女士 她说自己只是一位致力于救助猫狗的普通人 但她不仅救助加拿大境内,甚至远程救助中国的猫狗,并将它们运送至加拿大 从刚开始自己出资救助,到后来无力承担开销 于是,她另辟蹊径创办纯素猫酒品牌和森林农场猫狗鸡眼乐园 以商业来支持救助事业,用自己的爱心、热情为这些可爱的动物们创造出了一个温暖的世界 这次我在线上完成了与她的对话,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吧 你好,金金姐,很开心你能来到我的播客,跟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金金,你好贝贝,好久没见 对,然后其实这几年我们算见面的次数不多,但我其实一直有在关注你的动向 我知道你以前一直自己有养狗,对吗? 但是不是连你自己以前都没有想过说自己会走上救助猫狗的道路? 然后呢,我听说这个故事的开始其实也是一个你被欺骗的故事是吗? 能不能分享一下? 对,其实我从小就怕狗怕猫 更加不要说养猫了,就是反正我记得我以前就是在英国留学的时候 那个就是同屋子的室友养了一只猫 那猫老是来接近我,我怕的每次都大声尖叫 所以现在那个朋友根本不敢相信我在救助流浪猫狗 最早想到救助猫狗真的就是因为我被一个留学生强迫塞了一只弃养的黑猫 然后他说他要回国,然后带不了黑猫走 我就想,哎,带猫回国就那么难吗? 那我当时也不了解,我就相信了他 那他说,我今天就得给你送过来,因为我明天就要走 我就觉得挺可怜的,我就把那只猫给收了 那么开始学会养猫,虽然在这之前我已经养了几年的狗 因为我住在农场嘛,那你知道住农场狗狗自由奔跑 在农场里,所以我不是特别需要去明白 就是说流浪猫狗的事情 直到这只被弃养的猫来到我们家之后 我才开始研究,哎,这么可爱的小猫为什么会被弃养呢 难道真的那么麻烦吗? 然后养着养着就发现其实一点都不麻烦 他当时怎么会找到你,就是这个留学生 会把这个猫塞到你的手上? 因为就是我自己住在农场 然后我有两只大狗嘛 就是大家可能来我农场玩啊 或者看我朋友圈都觉得啊 我这个地方特别适合猫猫狗狗住 大自然嘛,他们可能就觉得塞给我会比较放心 或者是猫猫狗狗可能有更好的那个去处 所以这几年就是说 在我正式领养这只黑猫之前的那么有五六年吧 我每年基本上都会就是个人行为 帮那些留学生抢的猫猫狗狗找人家 每年都会帮一两个找得好人家 我自己审核,自己去家房 自己去follow up 就是很自然的养成这么一个习惯 一个陌生人把猫塞到你手上 然后你又是怕猫的情况下 你怎么会接受这只猫? 那你想啊,他说的很可怜 如果你不要的话我就只能把他放在外面 让他自生自灭了 我就学讲那么小 那也是一条命对吗 那如果看不见就算了 既然都怼到我鼻子面前了 难道我还说不吗 我想不管怎么说我先收着 对吧 都不是多一副碗筷的事情 所以我就说先收着以后的事情再说吧 那你后来怎么就想到开始救助越来越多的猫狗 那么养了猫了之后呢 我就观察他开始学会怎么养猫 然后就觉得他好可爱 虽然他一开始也把我抓伤了 但是就说很软萌 而且你知道就是那些虐待猫狗 特别是虐待猫的人 你知道他们有一个很变态的心理 就说猫猫的脸如果你去看 你有没有发现他长得像婴儿 猫猫的脸就跟婴儿的脸特别像 肥嘟嘟的圆圆的很萌的 所以就是说你对着一个像婴儿一样的脸 你怎么狠的心去把它扔到街上 让它挨动受恶 就是你一个最正常的人都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嘛 所以我就只好就是继续的来养 结果养着养着一下就被萌化了 人家不是说嘛 如果对那些不喜欢养猫的人 你扔给他一只猫 生鱼的事情猫自己会搞定 所以他就把你搞定了是吗 对啊 那搞定了之后跟他之间感情就很深了 然后再加上我就开始当时刚好闲着没事干 2019年嘛 疫情前的一年 我就当时大家都在玩小红书 我就开始玩小红书 哇小红书铺天盖地的救助流浪猫狗的 然后一下子就很震撼 因为自己养猫可能那个大数据老是推你一些养猫养狗的视频 有些很可爱 有些真的就是很悲惨 我看那些悲惨的话就心里很难受看到国内流浪猫狗的命运 什么被虐待啊 被虐杀啊 被投毒啊 被弃养啊 不管品种猫还是田园猫吧 反正遇到一个不靠谱的主人结局都是很惨的 我当时就就明白了可能这个气养和流浪猫狗的问题 其实不是猫狗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我那个时候就意识到 然后我那时候就边哭边捐钱 一下子关注了 结果等到我一下子发现我每个月的捐款超过5000加币的时候 我老公就觉得不对了 因为我老公觉得我那段时间精神特别的不好 经常就泪点很低 然后经常很难过 就是然后我老公说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就给他看这些视频 我老公也是一个很心软的人 他说哎呀这样不行 他说那你这样救不完 就说现在小红书上国内流浪猫狗到底有多少 我就听他这么一说 我还真的就去查了一下 一查吓死我了 就每年 在中国这么一个 每年啊 新出生的流浪猫狗 你猜有多少 一百万 四千万 这么四千万 对 我当时看到这个数据 我都惊得要呆掉了 那么当时很自然的 我就会想 为什么每年有这么多的流浪猫狗出生呢 是吧 这人不是一辈子也就生一两个猫 然后我在哈线原来猫狗一年至少生两胎 每胎六七个 而他们每六个月就开始繁殖 每次繁殖又是六七个 所以我在跟你讲个事 你猜两只 一公一母 两只流浪猫 不绝育 呃 就任由他自由繁殖 两年之后你猜会有多少只猫出来 两年之后他这个家族多大 二十万 两只 能生二十万出来 你想啊 把六个月就生六只 六只六个月之后又生六只 哦 你的意思把他们子女之类都算进去 那当然了 就是你你现在明白为什么说救助流浪猫狗是救也救不完的 救也救不完 而且为什么以前我们没有看到这么多流浪猫狗 现在忽然就有了呢 就是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人养 或至少在国内没有那么多人养对吧 而在加拿大这边他一直在号召要绝育 对吧 这就是绝育的观念是很 而在国内很多人就说 哎呀让他生一窝再绝 或者干脆就不绝 绝就违反他的天性 问题是猫狗和人是不一样 人可能一辈子就生个两三胎 猫狗是六个月大就可以生六胎啊 比如你在呼吁大家给猫做绝育的时候 你会遭受到很多不理解的声音 甚至是会有那种语言暴力 比如说你这样不尊重生命啊 对对对 我在小红书上经常被网爆 因为我是一个绝育斗士 我霸力的呼吁绝育 而且我不光呼吁绝育 我呼吁的是那个就是怀孕 怀孕的母猫或者流浪的母猫母狗 都要去迎产 哪怕是快出生 小猫快出生五天前 我都会坚决的就是迎产 会不会很残忍 一点都不残忍 因为我就想跟你说一个故事 当时呢我就看到了这么多猫狗的数量 我就意识到绝育很重要 当时候来呢我这个纯素猫九呢 我就拿出很多的利润来 专门在小红书上产立了个绝育 一个绝育基金 那就说小红书那些个人救助 他只要跟我申请 我都可以给他赞助250到300人民币的绝育 只要他把图片啊 医院的资料发给我 那么后来我就发现啊 遇到了很多人就说 既然已经怀孕了 就不要绝育了 那包括当时我在天津 遇到个留学生 国际留学生 他们两口子的人很好 从上天津医科大开始 就一直在做救助 但是他们虽然是老外 但是他们就是 因为那个男的是姓佛的 斯利兰卡人嘛 他就觉得既然怀孕了就要生下来 那再自己再苦再难 看病啊什么的 也要给他们找领养人 那我就跟他说 一定要流产绝育 绝对不可以留下 就是我的原则 只就活着的 不就没有出生的 那这是我的观点 结果 然后我一个是绝育的观点 一个是这个观点 就被那个小红书上 那些信佛的人骂得半死 我就是我被网爆的不行了 但是我根本就无所谓 因为我知道我做的是对的 然后呢 因为我这个绝育基金比较出名 有一天有一个人就介绍了上海的一个小姑娘 那个小姑娘大学刚刚毕业二十多岁 当时上海有个很严重的虐猫事件 她还亲自现场半夜三更去堵的那个人 在警察局要求她赔偿 就是要求她有个说法 所以她也是个斗士 那么后来她当时就捡到一个怀孕的母猫 她就很纠结 她就说金音姐你能不能就是不给我赞助这个绝育基金 我说我可以赞助 但是你现在必须马上去绝育 带她去绝育 她说可是她还没有生下来呀 而且绝育的费用挺高的 要母猫嘛 怀孕了 可能还有点健康问题 要六七百 我说六七百 我来掏 没有关系 现在就带去 她说不行 金姐这个 违反我这个做人的原则 让我再考虑考虑 要么让她生下来 要么就按你说的 然后我就跟她讲了很多道理 我说你知道吗 这一只母猫 她只要不再生娃了 她这辈子安安生生的过好一生 给她找个好人家 这就行了 如果她生了娃 你自己焦头烂额 要照顾那些猫娃 你还要给那些猫娃找的好人家 你还要担心那些人不给他们绝育 又弃养 就是后面无数的你是忙都忙不过来 我说你一辈子只有一百岁 你一天只有24个小时 你是想把一辈子耗在这一件事上 还是救更多的 你需要救助的流浪猫和狗呢 她当时还是没有想明白 后来她就已经打算让她自己生 结果没想到过几天 她忽然又救了一只猫 而且是一只就是刚刚出生 大概三四个月的一个奶猫 她救了那个奶猫之后 就跟那个怀孕的流浪母猫放在一起 然后过了几天她就跟我说 她说金莹姐 我想明白了 我立马带她去就是流产家绝育 我说你为什么想明白了 她说 她说这只奶猫三四个月 应该是被猫妈妈欺养了 她说好难啊 好难 她说我 她说我给她搞干净了 半天找不到领养人 就那么漂亮的猫 找不到领养人 就想象一下 我那还没有出生的六七个 我也找不到 那我这些都砸在我手里 我怎么办啊 我说你想明白了吧 她说我终于想明白了 从此之后 她所有的猫猫 到了手里 第一件事情 就绝育打疫苗 找领养 而且领养人 再给领养人签 一定是绝育 就说她都不 怀有一些 就是说 好像幻想 啊我给你 你去绝育 因为有很多人说的 好好我会绝 过两天 不绝 让又让她生了一窝 然后那一窝养不了 就扔到外面 随便塞人 你想那些 被虐待的猫猫狗狗的来源 是什么 不就是这些 那就有句话说 无序繁殖造成的货源吗 无序繁殖 你想想 现在地球上 人都不能无序繁殖了 就你这个 营场的这个概念 是什么时候开始 这么坚定的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只是遇到 一只流浪猫 它只是生五个孩子 你这五个孩子 刚好又找到了 五个跟你一模样的 有爱心的人 愿意绝育 愿意不离不去 其实不需要营产的 但问题的关键 现在的社会 大家都那么浮躁 大家连自身都保不了 还去保留浪猫狗 那么你说 如果你不营产 如果你不光是遇到一只 你遇到两只三只四只 如果你家里有 二十只怀孕的母猫 你那个时候在告诉我 你觉得营产有用吗 那个时候 连你自己的那个 生活质量都保证 你还能保证 猫猫狗狗的生活质量吗 就是这个道理 很简单 如果我每天能收到 二十个人申请 要绝育 要绝育的 而且不是给自己家的 是给他们捡到的 流浪猫狗绝育 的那个资金 因为真的 可能在国内 如果是救助的价格 二百五到三百五人民币 一只 你可能觉得不贵 要是你一天捡到十只 你觉得贵吗 每天都捡到十只 你觉得贵吗 而且还有一些情况 你捡到他 那马上怀孕了 如果你不去帮他绝育 他又要生十只 你那个时候 你告诉我 你整个人都会崩溃掉 就是你会觉得 已经没有希望了 救都救不完 我跟你说 做救助就是吃力不讨好 救也救不完的事情 因为他的根源在人 如果每个人都不弃养 有始有终的善待 有病看病 那我跟你说 这个世界没有 每年几千万的流浪猫狗 绝对没有 所以流浪猫狗的问题 就是人的问题 你以前说过一句话 我印象特别深刻 你说 最需要被救助的 其实不是猫狗 而是人心 对 所以为什么说 上海那个女孩 她叫荔枝 我特别感动 她因为我改变了她想法 从此之后 她完全换了一种救助模式 而且她把这个坚决 要营产绝育这个理念 贯穿到身边很多小伙伴 你知道两年之后 也就是今年年初 有一天 我忽然接到她一个短信 我还挺感动 她说 金姐 你看我救了这么多猫 他们就倒在好人家 我说哇 恭喜你 然后她说 不过话得说回来 幸好金姐 你当初告诉我 一定要绝育的重要性 没有你 我也没有今天救的那么开心 她说 我可能早就卷入到 那个深渊里 去爬不起来了 有多少救助人 因为救助这一辈子就毁掉了 我见到太多太多了 因为我认识 基本全中国重要的救助基地 我都认识 我都参与过 我甚至都捐过钱 我见过90后的女孩子 一辈子就这样陷在基地 我也见过那种 就是退伍军人 就是最后要在街边乞讨 因为她救助那些狗 没有饭吃 真的 包括加拿大这边 比如说多伦多这边 有一个叫北伦敦 流浪猫救助机构 我也见过她 她就是说 被忘的政府 从那个楼里面赶出来 因为她养的是流浪猫 他们租了一个地方 做shelter 赶出来没有地方住 到处求 就是这样子 然后她告诉我 很多很多很残忍的故事 那个老太太已经白发苍苍 我那时候 2019年初就开始 经常会捐那个猫果粮给她 所以我就觉得吧 这个世界真的是破破烂烂 都是这些普通人在缝缝补补 真的是 然后我当时是并不认为 就是在我很坚定的 做救助这件事情前 我并不认为 有那么多的人 是那么善良 我其实 有一句话说 你第一次发现 你在救助才发现 原来身边有那么多的坏人 但也是因为 你做了救助才发现 原来身边还有那么多的好人 为什么人跟人的区别 会这么大 你刚才提到那些人 我现在听了也挺感动的 就像自己生活 已经都过不下去了 他还不会去舍弃 这个猫猫狗狗 可是为什么 有些人 另外一些人 就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他还会非常轻松地 能够放弃掉一条生命 人 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特有感触 家庭条件特好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其实一直很气愤 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在我们的华人朋友圈 有一个家庭条件挺好的 这么一个华人 他嫁了一个意大利人 然后呢 家里条件很好的 子女都是上私校 然后他 我当时认识他 就知道他有只金毛 还是拉布拉多 我忘了 就是说 为了陪他的子女 那个好像年纪也大了 到今年的时候 已经九岁还是十岁了 有一天他就跟我说 我们家哥哥 需要重新找领养 你能不能找到人 看你一直很有爱心 我说 为什么要找领养 你不是养得挺好吗 他说是这样的 我的子女都上学了 我跟我的老伴 决定把房子卖了 出去旅游 他还当时没有这么说 他说 最重要的是我过敏 我说 然后我当时马上知道 他在撒谎 你想 他的孩子 上高中初中八九年 他没有过敏 人家毕业了 现在过敏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人 那么有钱 天天的朋友 你去炫自己的豪宅 出去旅游 就是对一个 对一个养了九年的狗 你都没有感情 说扔就扔 我不能判断 他的人品 我只能说 我只能说 每个人对生命的尊敬 是不一样的 就是如果我没有遇到 我不会去特意的去救 但是如果已经到我面前了 我作为一个人 一个有心的人 那我绝对不能见死不救吧 我觉得这是 我不是说我有多伟大 我觉得所有的普通人 都会这样子 那如果你见死不救呢 或者 如果你没有条件 我也不怪你 真的没有条件 但是你有了条件 你故意还装作 没看见 甚至还要恶意的去弃养 那这个就不是心理变态的问题了 还是一句话 人的善心 我相信你 讲的那些例子之外 肯定还有很多 让你觉得比较绝望的例子 然后会觉得说 有时候我做这个事情 会不会没有意义 居然那么多 救也救不完 有时候会有这种情绪吗 不是有时候 是经常性的会有 因为本身救助这件事情 就是吃力不讨好的 不是说 你就不是说像郭碧婷那样 她婆婆很喜欢 她知道她喜欢猫猫狗狗 专门养 买了一块地 让她养猫养狗 不是这样子的 大部分普通人 说实话 现在这个社会 连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 还要从自己牙缝里抠钱 孩子的教育基金里抠钱 去救那些 跟自己没有用的生命 那本身就是一件 很struggle的事情 那么你一旦就是说 一旦你 想救 但是你就是能力上 没有办法的时候 那是很绝望的 那你会严重的怀疑 就是说 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 有句话说 人是为了 人不为己天出地面 人真的是为自己而活着吗 还是为子女而活着吗 还是为什么 从高的理想活着吗 还是纯粹就是为了好好活着 就是你会引发很多这种想法 就是我当时 我当时就是很担心 我老公不开心 我做这件事情 很担心我父母不开心 我做这件事情 后来我没有想到很surprise 有一天就是我很cash的跟他说 哦 我这个月捐了几千块钱 给这几个基地 因为他们太困难了 其实说实话 我老公赚钱也挺辛苦的 对吧 没想到他瞄了眼 他说哦 的确挺辛苦的 我说我捐了四千 不好意思 他说 没事吧 哎呀捐了就捐了吧 就是我当时一下就觉得 我老公人 哎挺好的 看来这辈子还是没有看错人 因为我是很随意的说 我很怕他生气 后来我妈妈也是这样 因为我妈妈很反对 我做乱七八糟的事情 什么女孩子啊 在外面啊 要保护好自己 不要上当受骗啊 可是没有想到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 我妈给我发了一个 流浪猫狗的视频 说太可怜了 这是链接 你帮我捐钱 所以你也没有想到 他们会这么支持你 对 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做 我妈跟我说 你帮我捐 我说我已经捐了很多 你放心 我妈说 我妈说你看到可怜 你就要帮 看不到就算了 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 所以一句话 我只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尽自己的努力去做 我能做的事情 如每天遇到超出自己能力范围 想做却做不了的时候 真的就很绝望 就真的 没有说说 这件事才绝望 那件事才不绝望 每天都是很绝望的 你举个例子 前两天 在朋友圈中 就上个星期 有个人跟我说 有个留学生 弃养了一个八岁的猫 你想那个留学生 他陪伴了他八年 你这么说 不要就不要呢 真是 如果一个八年的小生命 都跟你没有办法建立 这种舍不得的感情 你说这个人得多无情 多冷酷啊 就是我 所以我那天很生气 我最 但是我就跟那个人说 我说你知道吗 我们救助机构 目前入不最初 你这个猫八岁了 本身老年猫 就不好找下架 然后你还没有绝育 我们还要给他绝育 绝育就是一笔钱 对不对 我还要给他 检查身体打疫苗 这些钱谁来出 如果你钱主人不肯出 就是我们 真心白意的 从我们这几个 救助机构的 那个人身上来出 自己的钱 没有人会给我们钱 所以我跟他说 最近很困难 我说你至少要 给我们交一个 弃养费吧 也不多 就250块钱 但至少我们可以 拿那部分钱来 给他绝育吧 你不可能就甩给我们 如果大家都 不想养了 直接甩给救助机构 那我们成什么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优先 那些流浪的猫狗 这些已经有人家的 要rehome的 我们不优先 不过还好了 那个留学生 已经没影了 但是他的朋友 看不下去 他的朋友就 就说我来 掏这个250块钱 只是希望你们 给他个好人家 他说我真的也养不了 不然我早就收过来了 那我也可以理解吧 对吧 像这种例子多吗 就是这种留学生 要回国 所以欺养猫狗的时候 每天都有无数个 所以你知道吗 有一句话说 最可怕的 不是凭地起什么惊雷 这种黑天鹅事件 最可怕是 每天蝉食你 每天都有这种 流浪猫狗的悲伤 和难过来蝉食你 那是最可怕的 那是最绝望的 就是你觉得 见不到头了 每天起来 如果 如果我就是说 不忽略这些事情 来一件接一件 然后我每天 有二三十件 有时候你知道 小红书 我都不看小红书 我打开小红书 小红书 就无数的求助的信 有时候我直接屏蔽了 因为我实在救不了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怎么样 调整自己的情绪 唉 你比如说 我人在加拿大 他在天津 那你让我怎么救啊 对吧 我只能把那些天津的 救治机构发给他 或者是 或者是有些人 他在Montreal 我在多伦多 我怎么救啊 或者有些狗狗在美国 我人在这里 我怎么救 我就是说实话 我也就是因为 那时候在小红书上混 这个捐 那个捐 这个绝育基金 那个绝育基金 到最后 我觉得我已经不堪重负 我已经 已经受不了的时候 我才明白 我干脆 做好身边的救助 太远的够不着就算了 我把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 做好就行了 所以到2021年的时候 我就把重心转回到多伦多这边 我就跟多伦多当地 比如说我住的这个小镇 就几个救助机构 取得了密切的紧密的联系 我一直给他们募捐 然后还有几个华人的救助机构 他们比如说 他们从国内 就是把那个猫猫狗狗啊 就是说流浪基地 救助过来 然后在这边给他们 找寄养人 找领养人 这些我一路都在帮忙 你最早的时候 其实有在做中国方面的救助 因为相当于是跨境了 你像把狗 从中国运到加拿大 这么一个跨境的过程中 整个流程是怎么样 那么费用 以及会不会涉及到 法律的这种东西 就是从中国 把那个就是流浪猫狗 运过来 主要是流浪狗 我们首先呢 我们要在国内 把所有的疫苗 就是加拿大政府这边 海关需要的疫苗啊 什么microchip 就是那种芯片啊 然后什么就是 通通 paperwork 通通要做好 做好了之后呢 最关键的是 要找一个飞行义工 就比如说 现在加航 加拿大航空 是可以手拎 或者是随机 带猫狗上飞机的 那么每一个人 订了加航机票的人 他都 每趟航班 都有三个宠物的位置 所以飞行义工 如果刚好是加航 愿意帮我们的话 他拿到机票 一瞬间 马上要给加航打电话 预约那个宠物的位置 因为这宠物的位置 很快就会没有 然后大概要交个 我看要交个100块钱 到120块钱 这个我们也会承担 然后呢 等到那一天的话 我们提前几个小时 到机场 跟那个就是 飞行义工 交绝这件事情 然后让狗狗经过 安检啊进去 然后到了这边的机场 我们就会接机 就这样 所以整个过程 你们都会承担 所有费用 对对 我们只需要 其实说白了 我们需要的不多 只是这个飞行义工的 那一个名额 然后用他的名字 帮我们带上去 然后下集 我们有人接 很多人会报名 参加这种飞行义工 对吗 很多人想 但是也很多人不想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 可惜现在 加拿大政府 有点控制了 然后在去年夏天的时候 我们还整个包机 包机 然后 那个非常贵包机 但是没有办法 必须要送过来 不然全 就是堵在国内了 然后 不能用一种 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你把这些钱 全部给国内的救助机构 你就不要运过来了 就在国内 让他们接受救助 要不然我 作为一个外人来看 一听就说 这样子费时费力 这样会不会效率太低 你说的特别好 你知道吗 做救助的终点是哪里 领养人 对 做救助的最后 是为了要找领养 国内 流浪猫狗的数量 已经超过领养人数量了 或者再说一句话 弃养的数量 已经超过了领养的数量 这就是问题 国内的无序繁殖 泛滥层灾 要不光是中国 每年就四千万的 流浪猫狗出生 你看前段时间 有个新闻 中国政府要 大面积的 就是 无害化 流浪猫狗 说白了 就是捕杀流浪猫狗 那你能怪 那些流浪猫狗 身上有跳蚤 或者是攻击人 你能怪他们吗 当初是谁 把他们扔出去的 当初是谁 没有给他们绝育的 当初是谁 虐待的 是不是 我那时候 在小红书上 还救过一个 不偶猫 这不偶猫 就被人扔在 小区的楼下 因为他后腿 不能动了 因为不偶 虽然是个名贵品牌 但天生有心脏病 和那个就是 会导致残肺嘛 会导致后腿 无力 那个不偶猫 特可怜 后来被一个小姐姐 救助了 我一直跟踪她 然后一直给她捐助 最后那个不偶猫 在医院还是 还安了那个甲肢 最后还是去世了 那个时候 我也很伤劲 哭了很久 但那个时候 我就意识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 哪有什么品种猫 不品种猫 这么一说 或者品种狗 不品种狗 它到底是不是个品种 身价不高不高 主要是看它生病的时候 主人愿意给它花钱 主人愿意花钱 它就是最贵的品种猫 和品种狗 主人不愿意花钱 什么品种都是垃圾 就这么简单 对 所以很多华人 现在很多华人 你知道吗 就说 特别是留学生 自己在家 买了那个后院猫狗 自己繁殖 然后外面可能正规的 breeder两三千 它就卖给一千 它就觉得自己占到便宜了 等到猫狗生病了 等到要回国了 它不是一样气 什么豹猫 无毛猫 是吧 什么德木 什么哈士奇 这种你数不出的那个 什么德文 什么什么 甚至塞凡纳 这种数不出的品种 我见多了 被欺养的 真的 有用吗 如果这个世界上 多一点 愿意承担责任的人 真的这个世界 会简单很多 可能你小时候 就一直在那种 特别有爱 这种家庭里面 我爸 我记得我从小 很小的时候 我就看我爸妈 带我上街 然后街上有 讨饭的老人家 然后我爸爸就 一定会过去 给那老人家的脸擦干净 然后给他塞钱 然后我妈就会 在旁边给他 拿的买吃的 给老人家 就说老人家 你有什么过不去的 你需要帮助 你现在拿的钱 天气太冷了 不要在这里待着 就是说 我从小经常见 我爸妈做这个 就是已经 好像习以为常 我觉得帮助弱者 是应该的 没有什么不应该 难道不是每个人 都应该帮助弱者吗 至少我从小 是这么想的 那我爸妈 就是这么做的 当然后来长大了 发现很多人 并不愿意帮助弱者 不是每个人 而且有些人 还会对那些流浪的 你知道我小时候 我是见到街上 很多流浪汉 老头老太太 还对着他们踢一脚 还要赶他们走 还要把他们 饭碗踢一翻 好多这样的 就霸凌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 七八十 七零后八零后 对吧 所以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记得 我爸爸 那时候在老家的时候 就是隔壁邻居 有几个老人家 就过得不是很好 我爸爸就是定期 逢年过节 给他们送钱 还有我妈妈 我妈妈经常做了好吃的 就跟我说 你去隔壁 那个送一碗 这个可能东西 不是很珍贵吧 但是就是邻里皆房 我爸妈一定会照顾到 所以 我觉得你爸爸妈妈 真的很善良 因为他们就是信佛的嘛 我爸就是相信 人这辈子的苦难 就是因为上辈子 做了多端 所以我爸爸说 这辈子一定要做善事 然后下辈子就不会 那个受苦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反正咱先不管 上辈子和下辈子 就这辈子 能做一些善事 就做一些吧 因为我那天 还听到一句话 我觉得很感慨 你知道人活这辈子 一百年之后 无论你有多少丰功伟绩 可能当然我们不能跟巴菲特比了 就是普通人 咱们举个例子 身价三千万以下美金的人 不是说整个全球身价 净资产三千万美金 就是顶级富豪吗 咱不说顶级富豪啊 其实顶级富豪 很多人咱也一百年之后 也忘记了 对吧 那就是身价三千万美金 以下的这些普通人 过了一百年 就没有人会记起你了 人这辈子就是这样 你做了再多好事 你做了再多坏事 你做了再多什么 留了再多给子女 是吧 买了再多房产 一百年之后 你就是黄土 就是在那里 没有人会记得 你可能木字都 你的木都慢慢的 没有人去看了 所以那你说 我们还要做善事吗 这就我就想起 那个Mother Teresa 特雷萨 那个修女说的一句话 我当时就很感慨 她说 你还是要做 你一定要做善事 就算你做了 很多人都忘记了 就算没有人记得你 也没有人知道你 你还是要做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 不是让别人记住我们 也不是让别人知道 其实你比如说 这个暑假 我通过以伤养善 做寄养 我也捐了一万多 给各个救助机构 那我也觉得 就我那几个好朋友知道 那些不知道的 也就不知道 但我有必要让你知道吗 对吧 因为我做了 我自己开心 我觉得我的良心 过得去就行了 我觉得大部分的 普通的救助人 就是跟我这样的想法 如果是为了作秀 而去做这件事情 那真的是 你就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By the way 不好意思 我说多了 我真的见过 最早期 2019年的时候 我真的见过几个年轻人 为了做秀 做救助的 其实国内也出现过 这种事情 为了做秀 做了一件的 人救助 后来发现 做秀挺难的 利益不大 对 就是说 苦难比利益大 就甩手办了 就很狗血 我当时以为 加拿大不会有这种事情 没想到 2019年真的遇到了 就是刚开始很积极 自己掏钱 可能家里是付啊 带吧 也的确喜欢小东 到处去找流浪猫狗救过来啊 轰轰烈烈的 后来忽然之间 因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因为权力斗争啊 因为报功率不高啊 就不错 然后就甩手不干了 把那些流浪猫狗 就甩给我们了 然后最后 对啊 这种人挺多 我记得在北京几年前 还有案例 一个年轻人 也就是 先是救了几十只 流浪狗 在北京房山 还那里圈起来 最后实在没有力气了 就把那几十只流浪狗 厚厚饿死 圈起来 所以天使就变恶魔了 所以救助这个事情 一定不是因为别人而救 一定是自己的内心 你问我为什么会救 就是我喜欢啊 我就看不得苦难 我就想做点善事 就这么简单 没有什么太大的理由 比如说看到猫狗的时候 我就会经常 不自觉地想到你 真的特别好 这种力量特别 单纯 特别强大 谢谢 然后你刚才提到 你伤养伤嘛 就这个概念 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你当时 怎么会想到说 串利这个纯素猫酒 来做这个慈善事业的 我知道最近很流行 这Vegan Wine这个词 你能给大家先科普一下 什么是素酒吗 素酒就是说 在那个酒的酿造过程中 它没有使用动物啊 什么骨头啊 什么甚至鸡蛋啊 来过滤 而是直接用了 纯天然的白饿土来过滤 那所以说 我们不是佛教有句话 酒肉穿肠过吗 那为什么说酒和肉都不能 都是佛祖不允许 因为酒里面用了动物的成分 来过滤 所以它也不是素的 所有的葡萄酒 对吧 那这个素酒呢 就是没有用动物的成分 来过滤 仍然清澈 所以它喝完之后 就不过敏 不上头 俗称谦卑不醉 很多人喝葡萄酒 过敏啊 醉啊 其实并不是因为酒精 而是里面的动物过敏源 因为它用血呀 骨头啊 鸡蛋 整个扔进去融化 来过滤的 那你那时怎么会想到说 创这个品牌去支持自己的事业 哎呀 其实说白了 就是要钱啊 救助需要钱 没钱啊 那你不能老是自己掏腰包 我老公对我的要求 就说 你要做救助可以 你不能老是我赚钱 你去花吧 他说你悠着点 哎我说也对啊 他说你干嘛不 我老公说 你干嘛不做点生意 卖点东西 赚点钱 再去做救助 这样也更有意义 哎我说那也行 那就以伤养善吧 所以就是很自然的 这个概念就出来了 那那素酒 就也是因为 那我都要做小 救助小动物呢 那我 我卖的酒里面 还要用小动物来过滤吗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就这样 看来是你老公 给了你一个很好的idea 他经常给我 很多好的idea 经营了这么几年 就问一个敏感的问题 你这个品牌 能够支撑你的 救助事业吗 刚开始 疫情之前 还是挺好的 但是疫情之后 大家都消费降级了吗 特别是现在 你知道国内现在拼多 都已经市值最高的公司了 就大家消费降级的话 说话 酒市已经变成了一个 可有可无的产品 那不是一个刚需 那所以我就 我就在想 那么多marketing 那么多就是费用 好 可能到最后数下来 我那个钱还不够 做一个卷育的 那我还不把marketing 那些市场的费用 拿来做绝育呢 所以就这么一想 我就想 我得开辟新的战场啊 不然这个救助 就要跟不上去 我记得有段时间 我们 我跟SDC这个机构 去年冬天 对 我们一下救了 20多个流浪猫 就在一家人的后院抓到的 那时候大龙冬天的 没钱啊 连棉被都要到处找人要 真的 哎呀 我当时就觉得 有钱太好了 你知道吗 我这个人挺佛系的 不太愿意说 啊我要赚很多很多钱 请顶豪 因为我很满足的 我觉得人有吃有喝 开开心心 有良人相伴 有猫狗做伴 对吧 可以画画 可以赏花 这过得就可以了 可是 但是做救助 这点钱是不够的 就是因为做了救助 我才想赚很多钱 我进化了 我想赚钱的那个 那个斗志 嗯 你没想到怎么赚钱 所以你 这个品牌 其实都是靠口碑相传 你也没有去做 这种市场营销 对啊 做市场营销的话 那点钱就不够了 所以我很佛系 我就很佛系的 在卖酒 但后来做寄养呢 当时就是救助机构 就说 哎呀 你这条件好农场嘛 我们有很多 他们就送了很多 流浪猫狗过来 暂时我帮他们免费寄养 你知道那段时间 那个狗粮猫粮的 那个费用很高 而且我是这样的 我觉得人家流浪的时候 吃一顿饱一顿顿 现在被救助了 来我这 我拿到回给他吃 最差的Costco的粮吗 不可能的 我肯定是给他吃好粮 所以我买的猫狗粮 都是最好的 就是很多可能 人家家养的猫狗 吃的粮都没有 我买的好 还有罐头 那我一算每天的开销 相当的大 那我想不行 我得搞钱 我要搞钱 然后后来那个 就职机构说 你搞什么钱啊 我们就有很多 领养人冬天的时候 或者Christmas 要出去玩 找不到寄养 找不到靠谱的寄养 因为现在很多寄养的问题 就是说 第一 他们可能虐待小动物 第二 可能没有保证 小动物的那个玩耍时间 第三 根本不可能去溜 像狗狗啊 直接圈在后院 玩一玩半个小时拉倒 剩下谁能够关笼子 更不要说打骂了 救助机构说 你这么好的条件 我们又相信你 我们一推荐 他们肯定愿意啊 那让收点钱呗 我说那我就不收了 反正我能帮 那那个钱 刚好捐给机构 来来来 就是支持一下这个领养 就支持一下那个 就是说打疫苗啊 绝育啊 医药费啊这些 他们说可以可以 所以就是被他们push一下 我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开始做这个 寄养的乐园了是吗 对对对 结果没想到 哎 做做做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每天 猫猫狗狗陪着 而且后来 救助机构那个 那个负责人还说 结论你很适合做这个 你就不要做其他了 他说 你就不要卖酒了 所以你现在其实是 诉求也在卖 然后呢 50%拿出来 做救助猫狗 现在开的这个乐园呢 就是你把别人 交给你的寄养费 然后是捐给救助机构 我让他们直接给救助机构 我就不经手了 哦就是寄养费 直接给救助机构 然后救助机构 把这个猫送到你这里来 那你现在 这个寄养的费用 不是还是给你自己出 你比如说 有些时候我需要买猫 就是买猫纱呀 买那个粮食啊 我当然会扣下来 哦你现在也是把这个 物料费能够 cover的 cover一点掉 但是 但是这个就是小范围内了 说实话我也 你也看到我也不做广告 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救助机构推荐 或者是那推荐的来的领养人 和领养人的朋友 邻居 他们相信 那他们就愿意就过来 对吧 我那天看到你那个朋友圈 我都笑死了 就是你说 有个人扔了两只猪 在你们门口是吗 跟我分享一下 那个故事 我觉得好好玩 就是我也 他还没人到我门口 阿弥陀佛 他就是 固然跟我说 金金 你要那个猪吗 我当时就想是那个宠物猪 就是荷兰猪 就这么小的 我说 我还考虑一下 我说 两只 我说我已经两个狗 两个猫了 也可以要 但是 我说我在考虑 他说 你快点考虑 很可爱的 然后结果 好 过两天了之后 他就给我发了个视频 然后就这两只 我一看 真猪是吗 真的那种 真的大黑猪 我老公跟我 加起来到那边猪猪 我当时都吓傻了 我说你开玩笑吗 你要我领养 这两只猪 他说 对呀 你那不是有马厩吗 因为我农场有马厩 放马厩里面 我说你开玩笑 太可爱了 后来有没有领养 后来就 后来有人 有老外 因为他是住在 蓝山那边嘛 我说 你的两只猪 用到我这也是个问题啊 对吧 蓝山那里有当地人领养了 因为很多人都想要 刚开始 要回去就想宰了吃 那不行 对 所以 那我那个朋友 也是很善良的 所以他说 绝对不行 后来又找警察局啊 什么又找律师啊 又找房产中介 反正大家都光是笑他 警察局的警察 直接把他笑的 把电话的给挂了 他很激愤 然后动物保护协会说 哎呀 猪我们好像管不了 太好了 你这几年里面 有没有这种 就比较好玩的 有趣的 然后比如说 对你意义比较大的 这些例子 可以分享一下 你是说救助的例子 对 我跟你说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懒 我不做记录 我救了好多好多 我都已经记不清了 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印象深刻的 就是说 我不能说 我说了之后 我会哭的 就是我在那个 Young Finch 救助了一个橘猫 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 那个橘猫 特别喜欢我的狗狗 然后性格特别好 但是你知道 我但是他很 很 他应该是被 被欺养 被扔出来的 他很不相信人类 但是他能让我摸 他的头 可是到最后 我始终没有摸到 他抱起他 直到最后在 那个急诊室 他死去的时候 我才终于有机会摸到他的身体 抱起他 所以我就很难受 这件事情 这已经两年了 但是我还是不能原谅我自己 就 那但是 但是他为什么会进击击了 就是说 我已经 我已经救了他 已经给他找了好的领养人了 就差带他去绝育了 他也能让我摸 他也跟我的狗狗很好 他就是不肯进笼子去绝育 当时我还开玩笑 我跟救助机构的说 我说 他是不是不想离开我的家 不想走 没想到最后就应验了 他始终就没有走出我的家 他最后 死了 去苗星了 对 而且那个猫猫 每天晚上都在我床底下唱歌 特别的可爱 就是 他很喜欢我的狗狗 就是 就是 就是我 因为 因为当时 我们想救另外一个德牧 另外那个德牧 是被虐待的 然后 那个德牧呢 就是 他的前主人 想把他安乐死 那个德牧 非常惨 二月份的时候 住在户外 不给进屋 而且拿铁链子算着 就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有时候实在饿得不行了 挣脱铁链子 自己出去找吃了 一个星期再回来 瘦骨铃蚀 而且身上全都是被打的痕迹 然后最后 估计那个前主人 不想养了 嫌麻烦 因为家里有孩子嘛 德牧 老想进屋 所以他就说 他伤害小动物 想吃掉我 我小孩养的兔子 然后又说什么 对小孩有攻击性 就想 在朋友圈 就想带去安乐 后来救治机构就救了 那你知道 大部分华人家庭 是没有条件来 就是寄养 这种 比较 就是说 有问题的种大狗 大部分华人 都是住在house 对吧 就算你后院大 但 但也是不太适合 这种有问题的狗 所以救助机构 一般遇到这种脾气 比较难搞 或者有行为 behavior的都会交给我 因为我有农场 我又有养大狗的经验 所以 后来就 我就接了 那没有想到 当时就给那只母狗 得目给绝育了 但是我觉得 我们低估了 他的那个 就是他被虐待之后的心理问题 他就 有一天我不在家 他就使劲地追那只橘猫 然后就把那个橘猫 活活给追死了 所以 所以就是一命换一命吧 就是我就很难受 我当时真的 当时整个人 后来我就抑郁了 我当时整个人就是说 就开始怀疑 我在做的这件事情 我说 我不是要救 这个橘猫吗 怎么 最后因为我要救他 就害死他了呢 就我觉得是我害死他了 因为我 我又去救另外一个 被虐待的得目 我就是 但是这不是一命换一命吗 那你说这个救助的意义在哪里 我为了救得目 而把我之前救的橘猫给害死了 因为我低估了 他追小动物的这个本能 你想他在 你也没有想到过嘛 因为这种 你被虐待的这种经历 这个狗 他能反映出来的 你是预料不到的 我小孩 他们现在一直每天 说服我去养狗 然后我说 那去领养嘛 但是又有很多朋友 他会跟我说 说你要领养的话 一定要非常小心 就是会害怕 遇到这种 被有过心灵创伤的这种动物 可能你领到家里来说 可能对你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就如果面对这样的问题 就你现在已经经过这样的事情 你会有什么 给普通人的这种建议吗 就第一个建议 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没有足够的时间空间 不要领养任何猫狗 因为他们不是玩具 他们是陪伴 他们是跟你的孩子一样的家庭成员 如果你心理准备做好了 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你再来考虑养 第二就是说 我我长了这个教训 如果你家里已经有一个猫和狗了 在接纳新成员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隔离 一定要给时间 一定不可以天真的以为 他们会合得来 我当时就是没有隔离 我让那个橘猫 在自由的在各个房间走 我其实不应该这样子 所以你的猫和狗 其实当时都是自由的 我允许那只猫走出来 结果就酿成悲剧了 抱抱抱抱抱 没事说出来就觉得好像好点了 我一直不想说 我当时它 那只猫在急诊室 我抱着它狂哭 我连就是说 我任何人都不想说这事 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勇气 去看它留下的照片和视频 就是我不知道 我还没有准备好 看它的照片和视频 我觉得等到有一天 我终于平静下来 可以原谅我自己了 我才会去看它的照片和视频 其实这事情根本就跟你 归因其实应该归到这个外因 但其实你一直把它放在自己心上 因为我想努力做好 每一件普通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都是普通人 对吧 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去期待 自己超过自己能力范围内 做好的事情 但是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 我明明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却没有做好 这是我最自责的地方 我刚才你那两年建议 就非常的有价值 领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 然后第二个是 如果你有猫狗了 一定要注意 给它们足够的时间 让它们先隔离 然后再接触 很多人在小红初上说 哎呀这个猫不好 我要把它扔掉 或者这个狗不好 我要把它扔掉 其实说白了 猫狗有你没你 它都那样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心态 对吧 你自己心态不好 猫狗是最能感知到 人的情绪的 我跟你举个例子 最近这两天 我老公的一个老外的朋友 就求我们帮忙 带一下它的那只狗 那狗已经十岁了 一个十岁跟人 待了十年的小狗 居然还会咬人 但主人不会咬 咬陌生人 他主人不会咬 他儿子都咬 我们刚开始摸 他都反手就咬了一下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 讨论这件事 我说他待了十年 为什么还会咬人 我老公说 他肯定在家被mistreated 那不然他为什么会这样 你觉得呢 所以你能说这只狗不好吗 后来我想想 后来 后来无意中 我在这个狗的那个大腿内侧 发现一个香烟烫的那个痕迹 你看别人家小孩是怎么样的 就是看他父母是怎么对他 你看这狗怎么样 你就看这个主人是怎么对他的 对 没错 我跟你说 我还看到一些猫狗 特别狗狗 特别的喜欢欺负其他的狗狗 然后就特别的没有规矩 你知道吧 就会很霸凌 其实这件事情本身 不是狗狗的问题 我记得之前有几只狗在我这 就是在家一堆的问题 来我这乖乖的 非常听话 完全不霸凌 刚开始也霸凌 但是我训练一下 重复了指令不霸凌 后来我就 也是跟我老公讨论 他说肯定那个主人 没有给他规矩 没有告诉他该做的不该做的 就是你有些人就过度 溺爱自己的宠物 所以宠物就有很多坏的问题 有些就对宠物非常的不好 所以说白了 就是养一个宠物 跟养孩子没什么区别 唯一的区别 他不会说话 不用你送他去上学而已 还想问一下 金金姐 就是你碰到这么多困难的时候 猫跟狗给了你怎么样的力量 让你能够在这么多困难的情况下 还能继续为他们做这些事情 猫狗就是很纯粹的陪伴 就很纯粹的爱 就是他们是unconditional爱你 就这么简单 就是你会觉得既然他们那么信任你 那么依靠你 而且你是他们的生命的全部 那你想这个和有一个孩子有什么区别呢 那除非 就是除非你不需要这份爱 也 或者就是说 你没有准备好 你不去接受这份爱 但是你既然接受了 你是不是一定要善待他 因为我一直认为 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就是善待万物 其实 我们用英文就说叫一个 comma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就是你可能你有时候你的一个小小的善举 就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这样啊 举个例子 你在一群人当中 大家都在说话 活泼的在说话 那些比较内向的 比较不自信的 他就不太愿意说话 感觉很孤独 这个时候你去跟他打个招呼 主动跟他示好 对你来说只是就是说 举手之劳 顺手的事 可是对他来说 他就获得了自信 他会一辈子记住这件事情 他然后也会用同样的 做同样的事情给其他人 这样不就goes around comes around吗 就是我真的并不是说 我希望我得到什么福报 但我真的觉得这个蝴蝶效应 你对别人好一点点 有一天这个蝴蝶效应 就一带动一大片 就是这样 没错 就是你有时候 无意说的一句话 结果就变成了别人心中 非常强大的力量 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 不要放弃美好 对 说起来可能很简单 做起来真的就是 我现在也发现 就是很多时候 不是那些什么 特别宏大的叙事 能够给你一些意义 一些力量 反而是身边 特别特别微小的一些个体 一些普通人 他做的一些小小的事情 反而能给你带来生命 一个非常质的一个改变 就我之前有个经历 就是以前我在巴黎 做那个服务员 在咖啡馆做服务员 那时候特别自卑 因为你知道刚刚从小镇 到一个大城市嘛 然后有一个客人 他经常来 他就是看到我 他就说 他说 我看得出你很自卑 但是你真的很漂亮 你要自信一点 就那么一句话 让我一直记得 十几年纪到现在 对啊 真的是 你说起来我还特别说 我老公他就是这样 我老公到任何地方 他看到弱势的 或者是比如说 也是像你说 在餐厅看到某个服务员 不太开心 他一定会说 你的服务太好了 就是说 You made his day 或 her day 就是可能对你来说 只是一两句话 对别人来说 是一整天的开心 就是可能会改变 他的人生 真的 我们每个人都把 努力把这种 一点点小小的善意 传递下去 就是You never know 对吧 反正每个人说实话 你做也好 不做也好 就是一百年 我就想 反正一百年之后 谁也不会记得谁 那你就做一点呗 哎呀 我这个听完 这个感觉 眼角都含着眼泪 特别感动 那金气姐 你现在对未来的 一些 期望有哪些 期望啊 我期望 我赚很多很多的钱 这样我就可以 做很多很多的救助 然后我想 我真的想打造 猫狗乐园 就是说 能让 就是说 能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绝育的重要性 领养代替购买的重要性 上面开始插住绝育 下面插住领养代替购买 所以大家听到没有 金金姐的 接下来的 期望就是搞钱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金金姐的事业 金金姐 她的小红书账号 然后以及她的网账 我到时候会在文字的方式 打出来 大家如果心有余力 希望能够多多支持 金金姐的事业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谢谢贝贝 谢谢你 那么善良的帮我们宣传这个 就是以伤养善以子救 而救助流浪猫果这件事情 也谢谢你帮我们发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